我们一起来看圣经 圣经旧约的真言 在诗篇的后面 旧约的真言 我们从第六章 第六章 真言第六章 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真言第六章 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 不可离去你母亲的法则 要藏细在你心上 挂在你向上 你行走 他必引导你 他卧带一扫索你 你遂行 他必与你谈论 因为诫命是灯 法则是官 讯我以责备 是生命的道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圣经 耶和福音十四章 耶和福音十四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我们也一起来念 第一章 第十四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来我们一起来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没有 我总告诉你们了 我远去 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去 我若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往那里去 我往那里去 你们知道那条路 你们也知道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我们怎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说 我就是真理 真理生命 若你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我那里去 感谢上帝 我们攻击他的话语 愿当话语 藏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将以下讲到 永生盼望的道路 交给喜嘉珍牧师 大家平安 平安 在你的心中 你有没有永生的盼望 有没有 有 阿们 我们既望的是赏赐永生的神 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当然有永生的盼望 主耶稣的话告诉我们 耶稣他说 我就是大路 是真理 是生命 所以我们来听 我们来敬拜这位真神上帝 这位耶稣基督 我们当然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先低头来祷告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献上感谢 谢谢你 谢谢你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福音 我们就分别为圣 在每一个主日 我们都来到主你的面前 来敬拜你 主 求你开我们的心 求你开我们的耳 让我们用心敬拜 用耳听你的话语 主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 不只是敬拜 特别我们要追思 纪念我们信仰的前辈 主 你告诉我们要圣终追远 你提醒我们要饮水思源 主 我们要记住你的话语 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你 我们也要怀念 把这美好的福音信息 传给我们的信仰前辈 不管他们在哪里 主 你赐福给他们 你的爱充满他们 你也保守他们 能够在主你的里面 得到永远的生命 我们活 或者是我们离开世界上死了 我们都是主你的人 愿主你的恩惠 慈爱 随时充满我们 也保守我们在这里 让说的 让听的 都领受神理话语的丰富 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从前天开始到今天 我们一连有三天的连续假日 我们都知道 这个假日 给我们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什么 清明节的 散幕 有没有 你有没有去做 其实到四月份的时候 台湾 华人 是一个 圣中追缘 是一个 饮水思缘 我们成为基督徒 上帝的话语 更是提醒我们 要 圣中追缘 要饮水思缘 我们 有去赏墓 不管有或没有 今天 在我的教会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不只是敬拜 不只是敬拜 台语堂 或者是华语堂 我们这一堂 我们都要有一件 是教会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能 大部分 我们把 我们 真祖父 真祖母 或者是我们的 爷爷奶奶 或者是我们外公外婆 甚至更早一代 我们的信仰前辈 我们的先祖的相片 把他带到教会来 因为今天除了是 主日礼拜以外 我们是一个追思 思念的一个礼拜 请问大家 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 第一代的举手 哇 太好了 我要告诉你 你要 手放下 你要去跟 向你传福音的 那一个属灵前辈 你要去纪念他 你要感谢他 你在你的祷告里面 你要为他祷告 感谢上帝 透过他 把福音传给你 他就好像是 你属灵的长辈 一样 透过他 把福音传给你 让你成为蒙福的人 第二代基督徒的举手 我也是第二代 你要纪念你的父母 手放下 你要纪念你的父母 他是有福气的人 他先领受福音 然后他把福音传承给你 然后我也要提醒 我们成为第二代基督徒 有没有第三代的 好 第四代 太好了 第五代 耶 第六代 福音传来台湾 是从玛雅各 当然那是在台南 我们彰化呢 是先是卢嘉敏 再来就是蓝大卫医师 然后呢 还有一个眉间务务师 是在我们彰化地区 传福音 用医疗 用传道 那福音传来台湾 明年就是一百五十周年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就是要庆祝一百五十周年 这一百五十年里面 你看第一代基督徒 可能你的真真真主父祖母 他们就是在一百五十年 那个时代就接受福音 然后一代一代一代就传下来的 不管我们是第几代基督徒 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都是上帝 独一无二的宝贝 儿子跟女儿 不是因为你第一代的那个祖先 他领受福音之后 他跟上帝最亲 他跟耶稣最亲 你是第五代的 你跟上帝 跟耶稣好遥远 没有 你还是上帝 耶稣基督 宝贝的 儿子 你会说 这样子的话 不就没有伦理了吗 血缘关系的一代一代 我们都写在祖母上面 我们没有忘记 他是我们真真真主父祖母 我们没有忘记 可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永远都是亲密的父子父女关系 要清楚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追思 怀念把信仰传给我们的长辈 属灵长辈 或者是我们的亲人 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永生盼望的道路 永生盼望的道路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点 第一个 就是基督徒的圣宗追缘 很多人都误会 说基督徒很不孝 基督徒对过世的人的那些遗历 跟那个过世往生者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的一些 那个习惯 跟一般的灵俗不一样 他们会觉得基督徒很不孝 因为什么 没有拿香 因为什么 不会下跪 也没有哭 真是这样吗 对啦 我们没有拿香 可是 你有没有来教会里面 参加过告别礼拜 针对基督徒在办 这个整个告别 告别礼拜 告别仪式的时候 你去看一看 除了没有拿香以外 所有其他的任何仪式 都不会输 一般民间宗教的 的的的情况 不会输 反而是更用心 从你的心里来表达出你对往生者 过往者的一个怀念 基督徒更强调的一点 是什么 是你活着的时候 你如何来敬拜 还是说你如何来孝顺 你的父母 你的长辈 所以基督徒的圣宗追缘呢 是心里真正尊敬信仰前辈所留下的 加美教宗 并且延续他们的信仰精神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真言第六章 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是告诉我们的 圣经节告诉我们说 要谨守父亲的训诫 不要忘记母亲的教导 把他们的话 明刻在心细在脖子上 他们的教训 要引导你的旅程 他们的训会 在黑夜要保守你 在白天要陪伴你 要记住 记住父母对你的训会 记住父母对你的教导 记住他们在你生命的里面 告诉你 你该怎么做 诚实 守公 要谨守那个公义 要好怜悯 要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要真诚地面对人 不只是顾自己的事情 也要关怀别人的事情 你很多很多 从你父母他教导你 要行在正路上 不是吗 父母好多的话 你还记得多少 当我们怀念过往的 的先人的时候 当然政府有一个结起 就是那个清明节 我们就去扫墓 把我们先人的坟墓的草 把它拔干净 整理干净 然后在那边做一个追思 纪念 祷告 唱诗歌 甚至我们还可以聚集在那边 来说说我们的先祖 他活着的时候 他最棒 他影响我们最深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很有价值 很有意义 而且一定要这样子做的 可是对基督徒来说 除了清理节的扫墓之外 其他的时候就不用失眠了吗 不 基督徒 在这当中 你无形中 你得到很多内心的祝福 你得到很多灵命的粮食 你成长了 你把那个爱行出来了 或者你在你的内心深处 你更是深深的去感谢 那个把福音传给你的 不管是你的父母 你的阿公阿嬷 你的阿祖 还是你哪一代的阿祖 把那个福音传给你 或者是你是第一代的 那一个把福音传给你的那一个人 你会非常的感谢他 因为有他把这个最好的消息 告诉你 你从耶稣的身上 你从耶稣的教导 你的生命完全翻转 你会感谢 你会纪念 你会赞美 而且你会尊主为大 这是基督徒的圣中嘴言 是告诉我们 要从心里真正的尊重信仰前辈 所留下来美好的信仰脚中 这是基督徒的圣中嘴言 第二个呢 基督徒相信万物 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人是上帝 用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所以人在你的信仰里面 你可以用什么 心灵跟圣灵连结的时候 用灵连的运行 你就能够了解上帝的旨意 你可以用祷告 跟上帝沟通 真正的圣中嘴言 就是要寻求 创造万物 跟赏赐生命 给世人的上帝 真正的圣中嘴言 就是要敬畏上帝 就是要敬畏上帝 我说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 我的爸爸在我六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然后我国中 我爸爸国小三年级的时候 在国文课里面 老师在教教导孤儿 孤儿这个词句 然后老师就说 我们通常知道孤儿是什么 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小孩 叫孤儿 可是老师那一次特别的强调 中文孤儿是什么 像是父亲过世的 他就是孤儿 像李韵大同篇里面 瓜瓜孤独废集者 孤就是父亲过世 所以当老师这样子教导的时候 老师为了要确定同学们 有没有了解孤儿的情况 有没有真正了解他的意思 所以老师就问说 同学 你们当中谁是孤儿 我们那一班同学很单纯 就像你看我 我看你 然后见头就只想 徐家珍 徐家珍他是孤儿 因为我爸爸过世了 我六岁的爸爸就过世了 然后他们没有恶意 就笑出来 我知道他们没有恶意 可是我心就受伤了 回去回家之后 我就跟妈妈讲 我也不大会表达 就跟妈妈讲说 妈妈 今天在学校 同学就笑我 说我是孤儿 我也不是在告状 只是我心里实在是 不舒服 很难过 也不会表达 我只好把这个情况 告诉我妈妈 妈妈告诉我什么 就是她忙完了之后 她带我出来 佳珍佳珍 我们出到外面去 来 你抬头看 你看到什么 我说我看到天 她就跟我讲说 天 圣经上话语讲说 天是上帝的作天 座椅啊 上帝的宝座 那地呢 是上帝的教大地 所以 当你看到天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你不是孤儿 你有一个天父爸爸 在天上看顾着你 他就用圣经的话语 来教导我 他就告诉我说 虽然热体的爸爸 真的是过世了 这是誓死 可是你有一位天上的父 天上的爸爸 无论到哪里 你在山上 他与你同在 你在海边 海上 他与你同在 你在台湾 他与你同在 那时候我住在台东 我在台东 他与我同在 后来我们搬到屏东 我在屏东 他也与我同在 妈妈还跟我讲 有一天 你长大了 你可能会出国 不管是到日本 到美国 或世界的哪一国 你抬头一看 你都会看到天 不是吗 你不是孤儿 你有一个爱你的天父爸爸 他永远与你同在 我心就得到安慰 后来妈妈再跟我讲说 你去想想看 当你在 你跟同学一起在学校 读书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 玩游戏的时候 请问你同学的爸爸在哪里 说不知道 可能是工作 农田 上班 整个各行各业 他们都在忙着 为着家庭赚钱 给子女使用 对啊 可是离病 他们得更幸福 为什么 因为你的上帝 你的天父爸爸 是陪着你一起来读书 陪着你一起玩 因为你走到那里 你抬头看六十天 你的天父爸爸 与你同在 当我失念我的爸爸的时候 我就可以抬头说 天父爸爸 我的爸爸在你的手中 我怀念他 但是我知道你看护他 他是比我更幸福 在你的保护之下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后来 他的坟墓 被赛洛防海封 就整个墓地 全部都冲走了 所以清明节的时候 我说我要去扫墓 连墓地在哪里都没有了 那我怎么扫墓 我怎么扫墓 我没有办法 可是每一次 想念爸爸的时候 我就是祷告 然后我就去感受 虽然对爸爸的印象 完全都没有了 可是我会感受到 爸爸那种爱 然后透过妈妈口中说 爸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可以在他的生命里面 给我美好的教导 我就是敬畏耶和华 我就是尊主为大 当我看到天上爸爸的时候 我知道 我曾经有一位爱我的爸爸 虽然我跟他相处的时间 只有六年 是很短 但是他在我的心中 永远没有离开 我也一直都怀念着我的爸爸 这是基督徒的圣中尊元 就是相信上帝 相信上帝 他用他的爱来保守我 因为天是上帝的作点 地是上帝的脚踏点 无论你到哪里 天上的真神 天父上帝都与你同在 第三个 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圣中最远的时候 我们要守十戒 好 十戒 第一戒到第四戒 他述说的是什么 是人跟神的关系 人跟上帝的关系 第一戒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戒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第三戒 不可望称耶和法 等你 第四戒 当记得安息日 守为生日 我是简单的述说 然后从第五戒到第十戒 是人跟人的关系 第五戒 第一个就说 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在十场手 那第六戒呢 不可杀人 第七戒 不可坚引 第八戒 第八戒 不可偷盗 第九戒 好像有 我不是用台语的 反正就是第五戒到第十戒 它是 人跟人的关系 第一个 从人跟人的关系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要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 父母还在的时候 我们要敬孝道 那父母过世了呢 父母不在了呢 这就是我们追思 我们慎重追远 我们思念 父母其实他永远爱在我们心中 他在教导我们什么 他教导我们 我们面对还活着 还在我们身边的父母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敬孝道 一定要孝顺 听 要把父母的心意听进去 虽然 父母常常是碎碎捏 常常一句话 一直在讲 一直在讲 让我们觉得 你很烦欸 可不可以不要再讲了 我知道了 问题是你知道 你就没有做到啊 父母就是担心你 你被害啊 你受伤啊 你怎样 你怎样 要孝敬父母 有时候 哪一天 当你成为父母的时候 你一定能够体会父母的心 十届教导我们的 要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要和他 我们跟人的关系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孝敬父母 那也在提醒我们 做父母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这也是圣经里面教导的 要用爱心说成实话 然后孩子长大的人的时候呢 父母也要放手 把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 让上帝代理 其实这个都是要学习的功课 只让我们身中追缘的时候 上帝在实践的里面 就是告诉我们 除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要好之外 跟人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孝敬父母 这是第一个 接着才是人跟其他 其他人的一个关系 我们真的要孝敬父母 活着的时候 尽孝道 比死人的时候 你在那边怀念 是还要更重要的 要孝敬父 我的爸爸 他是军医 他提早退休 结婚了之后他就退休 然后他就开诊所在台东 为什么要到东部 因为他觉得东部的医疗资源最缺乏 那我爸爸妈妈生我们家八个小孩 其实我爸爸有一个心愿 他很希望他这八个孩子里面 能有一个能有一个当医生 就是继承他的医疗这样子 可是我们家没有没有一个 但是我妈妈他的心愿 因为很早就收割 一个人要养育八个小孩 确实不简单 所以他抓住信仰 常常就是遇到困难 就是跟上帝祷告 遇到困难就跟上帝祷告 他也在信仰当中看到 上帝怎么样带领他翻转 走过苦尽甘来的一些路程 在他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来帮忙的 来帮助我们家人的都是基督徒 所以妈妈的心愿 他是希望他的子女里面 能够有全子的传道人 全子的传道人就是成为牧师 然后妈妈最大的心愿 就是他的八个子女 的婚姻对象一定要是基督徒 如果不是基督徒 他不会赞成这个婚姻 然后也因着妈妈的坚持 所以我们八个小孩 都是在教会的里面 都是在教会的里面 那我呢 后来我去读神学院 我成为牧师 我站在你们的面前 然后我还有一个姐姐 我的三姐她也是牧师 她在桃园独主教会牧会 跟我的姐夫一起牧会 但是我是在彰化基督教医院里面 没有侍奉 我虽然没有达成爸爸的愿望 可是我在医院里面 成为一个关怀的牧师 孝敬父母 我没有忘记爸爸的心愿 虽然我没有成为一个医生 可是我是在医院里面的一个愿母 是更能够贴近妈妈的心愿 我也真实地完成了妈妈的心愿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圣经里面的教导 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在了 都在上帝那边了 可是我每天在医院里面 侍奉服务人群 来关怀未必能打到的时候 我都很感谢上帝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 他把最好的信仰交给我 我也真的是尽力的 来完成他们的心愿 尽力的在每一天 在彰化基督教医院的侍奉里面 来服务人 荣耀神 也能够安慰父母的心 我自己也能够更努力 这是我感谢上帝 给我有这样子的机会 也给我真的是这样子在做 我跟大家分享 圣中追缘 就是要守住上神的诫命 再来呢 圣中追缘 要敬拜唯一的真神 四月份除了有清明节之外 其实在我们下个礼拜 就是中数节的中数主日 然后就进入耶稣的受难 受难 再来呢 四月二十号 就是耶稣的复活 我们要敬拜唯一的真神 上帝是世界唯一的真神 是人类的救主 是全宇宙的主宰 有一首歌叫做 那个最珍贵的角落 词里面有说 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 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 懂我的人是谁 就是上帝 上帝很疼爱我们 可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罪 上帝很厌恶很讨厌罪 可是我们身上有罪 上帝讨厌我们身上的罪 但是上帝很爱我们 怎么办 透过耶稣基督 为我们受苦受难 为我们定死之间 为我们复活 可能你对复活节的感受 就是一颗彩蛋 为什么 因为蛋是生命的 生命 像鸡 鸭 鹅 它们就是虫蛋 阿文复活用丹来象征 耶稣为我们死 耶稣为我们复活 复活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死了 断气之后 那个曼子 圣殿里的曼子 是从上到下跌成两半 为什么 因为耶稣担当我们的罪 以后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得到新生命 我们可以直接跟上帝 用祷告来沟通 所以我们每次的祷告 对象是上帝 祷告的结束 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 因为耶稣为我们 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所以我们要信靠唯一的真神 祂把祂的爱子 真实的神的儿子 也应该是神 但是祂为我们 成为人的样式 取了奴仆 而且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是最沉重的刑法 最污辱的一个记号十字架 就变成荣耀的十字架 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要好好的为耶稣活 这就是我们要祭祈 要敬拜独一的真神 再来最后了 我们要走永生盼望的道路 就是我们的先人 我们的祖先 不管我们是第五代 第四代 第三代 第二代 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 就是我们的前辈 他们家里的脚中 我们都要纪念 他们如今在哪里呢 他们就是在上帝的怀抱 就是在天国 他们在世界上所走的 就是跟着耶稣的脚步 那我们现在也要学习 他们信仰的脚步 有时候我们如果不认真 不读圣经 没有灵凶 没有来教会做礼拜 没有去思考生命的意义 我们很容易就被世上的迷惑 所引导 然后就走入败 败坏 走向灭亡 但是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信仰前辈 他们现在在上帝那里 他们仍然在为我们祷告 就像圣灵 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在为我们祷告 耶稣他升天了 他在上帝的右边 一样迫切的在为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要走在信仰的道路 你不要觉得说 哇 礼拜天 我上课那么累了 一个礼拜我要在家睡饱 好 预备我明天礼拜一 我的功课 我跟你讲 你来这里敬拜 你的心灵得到满足 你的心灵得到上帝 话语的滋润跟浇灌 你从心里发出来的力量 是得胜有余的 我们的周报里面 都有夹着更新 更新里面 有好多好多的见证 你去看看那些学生们的见证 他们有可能说 我是研究所的学生 我要写论文 我要怎样报告什么什么 我都讲不出来了 所以我跟上帝请假 可是请假的后果 结果他的报告 永远做不出来 他后来想到 我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我是上帝的子女 当他来到聚会 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虽然花了一些时间 好像时间花在敬拜上面 那他就变少了读书的 或者是做研究的时间 但是奇妙的是 你把上帝摆第一的时候 上帝就为你负责 中心里面的见证 他说 我虽然减少了读书 做研究的时间 可是我的数据 我的研究报告的成果 却很快很快的 超过我 埋头苦毒 认真的在研究室里面 做的一些事情 当你看中上帝的时候 上帝也看中你 信仰的前辈 他把最好的信仰 告诉我们 我们也要抓住 我们也要抓住 约翰福音 上帝的话告诉我们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这是主耶稣说的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你们也在那里 然后多马他就说话 我们不知道你要在那里 我们怎么知道 那个路要怎么走 我们通常 如果问你台中的方向怎么走 那个方向你可能知道 就是那边 是那边 这样记得方向是那边 那边 你可以知道方向 方向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 比较能够走到 有正确的方向 就比较不会走 倒退的 反的 可是有方向之后呢 你不一定能够到达那个目的地 耶稣说 我是道路 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告诉我们 他就是道路 他就是真理 他就是生命 那我们来抓住耶稣 我们来抓住耶稣 我们就可以到达上帝那边 我们就可以到达 那我们信仰的前辈 可能是阿公 或阿祖 或是阿嬷 甚至真真主 父主母 我们就会到达那边 我们要走永生 盼望的道路 就是要抓住耶稣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就是要跟耶稣连结 我们就可以到上帝那边 那当然不是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还活着 我们现在还有上帝交给我们 重要的任务 我是学生 我要好好的努力读书 用成绩来荣耀上帝的名 我是青年 我在这个社会里面 还有很重要的任务 要我去做 那我就今天去做 在活着的时候 我们要把阿活出来 在我们亲人 还活着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进行孝道 我们要用好行为 我们要身体力行 把孝顺 从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实际的行为上 对我们的长辈显示 那有一天 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灵魂要抓住耶稣 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借着耶稣 我们回到天家 到上帝那边 得起永恒的生命 得到永生 也领受上帝的祝福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亲人 来见面 我们可以跟他讲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做了什么什么什么的事 是你的教导 他会很高兴 会因着你这样子的述说 他来感谢上帝 到那个时候 我们都是喜悦 当然 活着的时候 要尽我们的能力 在课业上 在工作上 在生命里面 在传福音的事故上 愿上帝带领我们 走永生盼望的道路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让你的话 进入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 造成主你的话语来行 虽然 感觉很长 感觉很枯燥 甚至我们好像 不是那么容易 来做来完成 但是主 你的圣灵 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你来教导我们 我们要听父母的话语 把父亲的教导 母亲的训诫 都放在我们的心中 细在我们的脖子上 行在我们的生活上 也让我们 照着主你的话语来行 我们永远要记住 主耶稣你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我们要接着主 来到上帝你的国度 也让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遵守 遵守主你的教导 让我们用我们的爱 用我们的行动 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 让人认识主你的福音 也求你带领我们 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尽我们的本分 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完成 把荣耀神来服务人 也来造就我们自己 保守我们的身体 生活跟生命 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